哎呀 你说这人要倒霉啊 这喝口凉水都塞牙 你说今儿早上吧 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 哎呀老不得劲的 我合计上班之后 到那马路对面那诊所 我看看你 这假可好 一去没把我气死 进去之后啊 人的医生连正脸都没瞅我 唰唰就给我开单 就让我去检查 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 就跟个走马灯似的 这儿检完 检查完了 到检查那个 这家钱没少花啊 光着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 最后弄半天我是差气的 你说气人不 多坑人哪 你是 怎么会是他呢 太巧了 哎呀 冤家路窄呀 哎呦我天妈呀 这人还不少呢 哈 哎呦我说 这咱还挺面瘦呢 哎呀那能不少吗 我在你们医院 跟所有人都快混熟了 是吗 嗯 我说丫头啊 叫丫头呢 我爸才正叫我呢 啊 哎呃我说 这个不叫丫头 我说 你这个老妹啊 你别整能亲 谁是你老妹啊 你多大就叫我老妹啊 我说老娘们啊 叫谁老娘们呢 叫谁老娘们啊 到底叫啥 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 好 那个 我说小丫头啊 我这个电脑坏了 你给我收拾收拾 来 挂号 我是来小电脑的 我挂什么号啊 你说的话好像到我们诊所似的 哎呀我们这个地儿啊 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 我要不给你挂个号 我知道哪台是你的 万一给你修错了呢 你这个小丫头 你这东西呢 也是个动机 你怎么能说挂号呢 行挂就挂吧 内壳外壳 这怎么还有内壳外壳呢 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吧 你这电脑如果外壳坏了的话呢 你就要挂外壳 懂没 啊 你那是内壳和外壳 哎呀 哎呀 怎么理解吧 那我的现实平坏了 你说是应该挂啥吧 现实平 这多明显呢 那是门面 当然是五光刻了 哦 那那要是喇叭坏了呢 耳鼻喉刻 那要是线炉坏了呢 钢肠刻呗 我说不过你 我说不过你 等等 你是不是来抬杠的 你修不修电脑 修修 那你就给我挂个内壳 哎呀我们这个内壳啊 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 还有专家 你看你挂哪个号呢 这咱怎么那么麻烦呢 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这普通号呢 是五块钱 进来就拆 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 主任号呢 五十 进门就拆 拆完看着装 这一个你还兴趣 有俩收货什么的 就拆完之后 兄跟你剩俩零件回家 这个专家号吧 就比较贵了 一百五 拆之前啥样 拆完之后 还啥样 你看你挂哪个号啊 你要这么说呢 那我就给你一百五 我把电脑拿走 不就完了吗 那也行啊 欢迎您下次光临 你咋 你咋 我是来修电脑的 你得给我修好啊 那我也得看你得的 是不是绝症啊 你修不好 我上你这修什么啊 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 都上你们诊所 你就能都能保证给你治好啊 你 你这小丫头 我跟你说啊 你说话吧 挺业业的 但是你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看看 我告诉你 嗯 我这台电脑 绝对不是绝人 他就是上路去玩 那行 那你也别着急啊 我这儿 我给你等纪一下 对 姓名 王小丽 我不是我修电脑 你还是修我命啊 哎呀 跟不明白的人 唠嗑太费劲 我是说姓名啊 是你这个电脑 是什么牌的 你 你没看着吗 苹果 你说别的电脑 能这么容易坏吗 性别 你 你重说一个词吗 性别 你家电脑还分公共啊 我说这性别呀 是你这个电脑 是什么色的 一般我们这儿呢 就是说黑的或白的 统称文 男的 那我这哄的 就是虐的呗 答对了 妈呀 我十好几年了 我这电脑是个母子 你有一包卡吗 我 我来修电脑 我什么一包卡呀 哎呀 那你这到底 是不是公家的 需不需要报销啊 你这 这你还不明白吗 你这个人 太麻烦 这是我个人的 是不是 我那真说 也是我个人的 我所有的消费 都是自费 你明白吗 好了好了 你要早这么说 我早就明白了啊 来吧 拿胆去检查去吧啊 这是你的 这也是你的啊 喂 我看 嗯 妈呀 这是什么那么七糟的 怎么的了 有不明白的吗 这是磁共振 实体 形成图 这是什么 妈呀 给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磁共振呢 就是说 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 有没有开汗的地方 嗯 这个CT呢 就是看你这个风扇 运转是否正常 新电图呢 就是看你的电路 啊 有没有损坏 验血呢 耗电量 验尿呢 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 哦 哎呦 修个电脑 太麻烦了 你们这 这这么烂吧 提早的啊 乱吗 乱了啊 啊 真乱了 呦 这不跟你们家诊所 一个程序吗 我 这 行了 抓点时间吧 一会主任专家什么的 都下班了啊 我去 往那边走啊 哎 我去了啊 看你们了 对付这样的人啊 必须以奇人之道 浑至奇人之身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糊弄人 哎呀 我爹妈呀 哎呀 哎呀 这架子 换了好几败 把我电脑拆不洗不懒呢 哎哎哎哎 哪来 我看看 你看看这大的 哎呀 不错呀 你这电脑 这各项指标 还都挺正常啊 哎 你说话就不对了 他正常 他怎么有毛病呢 哎呀 那这个 具体怎么个毛病 你就得住院治疗了 我修个电脑 还得住院 我那天天有病人来 我没有电脑 我怎么给你开药房啊 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 你又是没有电脑 就开不了药房啊 对啊 那你这不是合着 拿电脑糊弄演的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 上电脑差啥治疗 现学现卖 谁不会呀 那你实在是 停不了的话啊 那你就转院吧 往哪转 我告诉你个地儿啊 呃 你呀 就到沟邦的火车站 对面第二个胡同 然后就一直往里走 走大约五十米左右呢 你就往左管 然后呢 再往前走 大约五十米左右 你再往右管 这个时候 你再往前走 你可听吧 你可听吧 我跟你说 我的电脑不秀了 啊 那欢迎您下次光临 小丫头 你记住了啊 没有见不着的情趣的面 你看看 下一次上我那看病情 我猜不及你 我向你张的借势 三位平时老师 喜欢一个小品吗 呃 这个小品 让我们感觉是眼神一亮 因为它的构思 是很精巧的 而且最后的底呢 其实拖起了一句话 就渊渊相报 何时了 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大家互相不信任的话 恐怕这个医患关系 也很难走向正轨 这里面的从 节目的编配上看呢 有一个地方 稍微显得夸大 就是无论是医院里边 什么样程序 都原封不动的 对应到电脑的修理程序上 这个有一点夸大 稍微超越了 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度 再一个呢 张润雪这个表演上呢 你在医院里 刚刚费了挺大劲 应该是一度的火 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的是 先压住这个火 冷静的按照医院的程序 来处理这个医生的电脑 然后压着压着 你压不住了 后边的情绪出来了 可是如果自始至终 你都这么冷静的话 那么好像感觉 你这是诚心在刁难 这个大夫 所以你原来那种情绪 没有出来 当然这个小品本身呢 我认为主题意义是非常好 像这种既有讽刺意义 同时又有社会正能量意义 这样的小品 要是我看着 我就得让它上春晚 谁知道有的人看了 那不听咋想 咱没得全力是吧 好 谢谢梁老师 江峰老师 这是个讽刺小品 里面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东西 就是用医疗所存在的弊病 跟一个电脑 它大家经常熟悉的一些故障 形成这种对比 有的时候比较巧 这种巧呢 就形成了医疗之外的东西 比较精彩 渊源相貌 你这样的话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就搞不好了 如果说是换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 我认识到的这个不好 但是呢 他死活他不认识 那么好 我以秦之道 还至秦之身 让他最后 感觉你都是说我呢 早知如今日何必当初啊 如有这么一个逻辑思维的话 恐怕他的积极性 那个意义就更大一些 我就这些意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首先我说这个作品很好 就是他的巧合 一个病人跟他 一个病人的经历 完了你大夫又来到一个环境 去修电脑 应该是啥样呢 就是你们前面不用铺电 坐到那来修电脑了 你就是一个职业 对不对 到这认出了他了 哎 你前一段 给我看过病呢 说他说我花那么多钱 但是最后不还没没看好 把这商一铺垫 你就除了来按照这个 你的来挂号 这一下就包袱就建立起来 但回过头来 你要用那种方式去提醒他 不是报袱 是一点一点的提醒 说你这样吧 你猜猜多钱呢 用不着完全按照医疗术语去说 用一种提醒 用一种他说那我来修个电脑 最后把这个电脑收费了 说本来就没啥病最后是个欠费 就用这一种很温暖的过程去解释 作品呢也成立 而且呢又会非常好 就是我们一旦建立矛盾的时候 你的矛盾冲突是大的 你所有事件 你的语言在过去 这个人物就觉得想得放大了 不过这个东西很好 你演的也不错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 υ dismiss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